好,我们现在用Convira Live 随声碟开机 那我目前Windows是用 UFI开机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 选择我自己是习惯用 我不会用这边这个 因为我的随声碟开完机,我会把它放掉 所以我会选择 Other 其他的模式 然后有一个叫ToRain这一个模式 这一个,ToRain这一个模式 好,我会选择这一个模式来开机 因为我只要开完机,我的随声碟就可以拔掉 好,我选择ToRain的时候 它会帮我把Convira 载入到 记忆体中 当它载入 水声碟拔掉 就可以把水声碟拔掉 那它开机的过程就会稍微久一点点 不过也 也还好 那你不习惯英文版就可以选择中文版 使用预设键盘 那我们现在 要用再生龙来备份我们的水声碟 备份我们的水声碟 我们选择使用再生龙 使用印象档来处理 因为我们要备份 它跟一般 备份软体不太一样的地方 它是先到问你 你要备份东西放在哪里 我们选择 备份 印象档 我们选择本机硬碟来备份 好,它这边会抓到一些水声碟 那我们目前是用虚拟机器来做 所以 它会侦测到SDA4 Visual Box的 硬碟 那我们按下Ctrl C来继续 离开这画面 我们继续 那我们备份在第2颗SDA2 然后 这边是我们的C叠的根目录 我们就直接备份在根目录 按Table键 到DOWN这边 按下Enter 它告诉你说 我们的 要用这一个磁碟机 来做 备份的 那个 备份的目录的位置 目的位置 按下Enter 接下来就是 先决定了我们 要备份的东西放在哪里以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备份 要使用 要备份还是要还原 好 那我现在先把 我的 USB挂上来 刚才是SDA 那我们初学者模式 储存本机硬碟为印象档 USB随身碟也是一个磁碟机 所以我们选择储存本机 磁碟机为印象档 请你输入 这个印象档 的档名 好那它预设是用 就是日期 按下Enter就可以 请问你 现在我插入一个水深碟 现在是32G的水深碟 那它就会抓到 你现在只有一个32G的水深碟 那我要备份这一个 好备份到哪里 备份到刚才我们那个档名去 按Enter 去 继续 那接下来你要不要 帮你检查你的档案目录区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希望它检查就按这一个 如果不想它检查就 不用 那我们就略去检查 怕你的partition有问题 那我们就用预设这一个 如果你一直备份不成功 我就会建议你使用这一个选项 按Enter 备份完要不要检查印象档 最好建议你检查完 因为我们现在是把水深碟 备份成一个 Image 那我们会用它还原到别的水深碟 所以我们选择 建议你检查一下印象档 不要加密 做完之后呢 先不要做别的事 做完之后选择 选择这一个 我们选择这一个 做完我们还要做别的事 按Enter 继续 那接下来你就看到一堆英文字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就可以 知道它在告诉你它要做什么事 然后它要你再确认 你是不是要再做备份 是 我要再做备份 继续往下做 它就开始备份 备份你这个词 随身碟 因为我们的随身碟很小 就是Colina Life的随身碟 所以它 备份速度也相当的快 相当的快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会把sdb1 背成一个Image 备份完了 它告诉你说备份成功了 接下来这个过程是检查这个备份档有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刚才选择要它检查备份档 好 告诉你说做完了 请你按Enter 继续 好 就回到这里 那这就完成我们随身碟的备份 现在这个是检查备份 就回到这里 看起来